这个路景范围越来越大 包括现在其实在新竹以南 跟整个东半部地区 都是路景的发布范围之内 那么依照目前路径呢 预估最快在明天傍晚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从台东一带来登陆 影响台湾了 因此在周日跟周一影响是最为剧烈 全台湾都会有雨势 尤其东半部可能还会出现 豪雨以上的降雨 海归路景县市在增加 预测未来六小时内强度 再略为增加暴风圈也有扩大可能 但与台湾距离 已经没有太远 只要出路后环流受到地形破坏 强度就会开始减弱 海归直播台湾将终结1471天 没有台风登陆的记录 目前还是已从台东登陆的几率最高 现场局说海归进入台湾海峡后 导引气流非常微弱 可能呈现滞留甚至会缓慢移动打转 预估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的24小时累积雨量 主要明显降雨的热区还是集中在东半部地区 其中宜兰山区跟花莲山区预估雨量会来到200到340毫米 而在台东以及兰雨绿岛地区预估雨量也有150到300毫米 周日开始花莲台东以南恒春要防雨 如果海魁在近海滞留 中南部和东部雨势都会很惊人 看看暴风圈侵袭几率 以绿岛98% 蓝雨96%最高 另外台东 屏东 高雄 台南 鉴于91%到97% 本岛台中以南几率都超过六成 至于北北基陶则不到三成 根据现场局资料 9月3号周日上午6点到12点 花莲台东 蓝雨绿岛和恒春半岛 风力预测最高可达时机 达到台风停班课标准 但是否会放台风架 还是要交由地方政府决定 当然最近这台风接二连三的来 包括鱼饭 菜饭 还有很多游客都受到影响 我们就来看到苏拉台风前脚刚走 中度台风海魁有准备报道 即包括了往返屏东小流球的东流线 今天才终于复航 明天又要停始 这一个半月总共来了四个台风 菜市场的菜价也实在是hold不住 周六的菜市场格外热闹 婆妈们提着大包小包 因为海魁台风即将席台 这真的菜有多 从下雨还没开到之前下 到晚就开始菜都放 尤其是菜啊 好几倍哦 做生意都没有办法做 遇到台风天菜价就涨翻天 像高丽菜友菜商喊出一斤九十元 不止民众苦哈哈 店家生意也掉不少 台风接连来袭 从七月底中台渡苏瑞 中南部东部接连放了两天台风假 隔州卡努台风影响北北极宜兰 这州的苏拉台风扫过横春陆地 如今又有海魁 一个半月连续四个台风 小流球暑假期间 生意大受影响 当地知名面摊往往都要排队 如今空荡荡一片 民宿业者不敢大意 早早因应防台 但苏拉和海魁台风接力 游客行程大乱 两日游便一日游 又因为船班缩短成半天行程 两天 两天 是今天跟明天 对 今天跟明天 那你们现在是要干嘛 现在要准备回去啦 因为台风 来的时候就都不能完成 也不能去踏浪 就是不能靠近沙滩 按照前几次的台风经验 当下台风的风雨状况还能预估 民众也有所准备 但台风离境后引进的西南气流 往往都会酿灾 无论是台风期间还是台风过后 都要避免靠近海边 TV编析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我们来看看CNN气象专家分析 说因为台湾外海的海水温度偏高 所以让海魁台风吸饱了暖湿空气 恐怕会为迎风面带来超过500毫米的雨量 尤其担心在东半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土石流灾情 另外也来看看石渊岛也展开解备 台湾东部沿岸拉起封锁线 禁止民众进入 台风海魁逐渐逼近 CNN气象专家也示警 因为海魁对台湾的影响令人忧心 在阴封面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明显雨势 更有海群人员来回巡逻 就怕有人为了关浪发生意外 不只沿海地区 CNN特别提醒山区更要顺防 好雨出现 海魁入境时代太诡异 前一天日本气象厅还警告 会直扑冲绳的八重山群岛 石渊岛渔民也早早固定好渔船 以防万一 尽管风雨不如预期 气象厅还是没有大意 持续警告石渊岛还是可能 风强雨大 包括石渊岛和宫古岛的航班和船班 周六全部宣布取消 知海魁现在直吵南台湾而去 也让日本人松了一口气 TVBS新闻众报导 好我们来看看上一个影响 台湾的苏拉台风 在星期五晚间 它略过了香港近海 最大阵风一度超过了17级阵风 带来了狂风暴雨 香港天文台因此 是魁远五年首度挂出了10号风球 另外苏拉在登陆了大陆的珠海之后 结构遭到了地形破坏 威力虽然减弱 但仍旧威胁珠江三角洲 8000万人的安危 这样的香港 外国人恐怕很少见到 空荡荡的马路上 强风夹杂雨势 像是海浪般一波波袭来 拍下影片的外国人惊呼连连 这是在周五晚间 苏拉台风阵一步步逼近香港 这位香港大学的外籍女讲师 趁着风雨的空档 跟家人徒步返家 没有想到几乎一眨眼间 狂风暴雨就降临 两人不顾满地的断裂树枝 跟屋顶的碎片 拼了命地跑回家 差点被物品砸伤 台风眼一过 女讲师家窗外整排的树 剧烈摇晃 这个夜晚真的很难熬 但却有人不怕死 硬要见证苏拉威力 有人不理会天文台的呼吁 走到海边 想迎接强风一刻 很快淹没在风雨里面 要爬过石锅拜酒 显得有点狼狈 还有人出门凑热闹 却被强风吹得走不动 狼狈抱住子保命 高速下的雨滴 有如弹珠打在脸上 香港记者痛得戴上护目镜 就连美国CN派驻香港的记者 也全程感受苏拉的恐怖 此时是晚上八点 苏拉的中心慢慢靠近香港 风雨越来越大 下一个小时 这是苏拉最靠近香港的时候 CN记者在强风中话都说不清 人几乎要被吹倒 晚上十点钟 苏拉中心通过香港近海 海风呼啸震耳欲聋 到了晚上的十一点钟 苏拉渐渐远离 风雨明显转弱 灾情的通报也开始涌现 香港这一夜台风造成75人受伤 还有1200颗露树倾倒 不过没有出现预期的六公尺风暴潮 其实根据原本预报 苏拉的最大阵风超过17级 香港天文台还挂出10号风球 也就是这个黑色的家号 是最高级的台风警报 1946年以来只挂过16次 最近一次是2018年的山竹台风 造成458人受伤 最严重的是1962年的温带台风 夺走183条人命 不过这回苏拉一接触到香港 就因为地形破坏 结构迅速崩坏 还一度出现双眼强 苏拉当时正进行眼壁置换 出现双风眼 外眼壁更加横过香港东部 从卫星温图可以见到 风眼的结构被原本较为分散 结构重整之后 苏拉的威力已经不如预期的猛烈 周一清晨登陆珠海的时候 最高风速也只剩下14级 不过还是对住着8000万人的 珠江三角洲构成严重威胁 光是深圳就有超过4000列火车 400个航班取消 跟隔壁的香港一样 全市的运作几乎停摆 广州湾对面的澳门 也挂出10号风球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澳门的外港客业码头 可以感受到 在澳门发出12号风球之后 这里的风力和雨势 有了显著的增强 澳门的赌场还因此停业了一整晚 就连靠近广东的福建南部 也被暴风拳掠过 现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雨下的非常的急 它是直接是横扫在 这个脸上的 幸好苏拉登陆之后 迅速减弱 没有传出重大灾情 不过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 台风尾还没走 CN就警告 苏拉的后续云系庞大 水汽充足 华南地区的洪幻威胁 尚未解除 题为简状报道 好说刚看到台风 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起居 乌尔战争更是让很多人流离失所 我们来看看乌克兰军队 展开大反攻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不断被西方国家批评 说进展不如预期 对此乌克兰外长 酷烈巴哈不忍了 他在接受CNN专访 使他大声呛下 他认为乌军的反攻没有失败 而且是继续的向前推进 乌军坦克在树林之间 步步逼近 距离不远的俄军阵地 这支突击部队 强力炮轰敌军阵营 还和俄军展开近距离炮战 从上地视角往下看 两军在乌东巴赫木特一带 陷入激战 炮火满天飞 除了乌东 乌克兰军方表示 他们在南部战线的反攻 取得重要进展 乌军成功渗透 俄军掌控的乌南战区 乌克兰政府不只将这 视为一大突破 也为反攻注入一记强新增 因为面对西方世界 不断批评乌军反攻 进展有限 似乎让他们承受极大压力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在接受CNN专访时 大声开呛 毕竟大家为了这场大反攻 已经付出许多 他更强调 乌军正在进行的反攻 并没有失败 美国白宫也证实乌军的确有所进展 科比更透露 乌军正在攻打 俄军的第二条防线 乌南的战况虽然艰困 不过已经出现光复尸土的曙光 TBB的新闻 综合报道 好 乌俄双方现在还互相放话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暗示说 乌军有了新武器 而且可以攻打700公里外的目标 那么至于俄军方面 除了打造专门对付战车的 龙牙装防线 普兴海宣布说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 已经做好了发射准备 似乎再度升高了核武威胁 一道道黑色战壕 和二名昭彰的龙牙石 出现在乌南 扎波罗勒的战场上 这些是乌克兰国安局 无人机拍到俄军建立的防御网络 龙牙又称为龙牙装 是一种针对装甲车 以及坦克的防御攻势 尽管面临俄军重重障碍 但乌军的确持续向前推进 事实上乌军在过去这一周 也对俄罗斯境内七个区域 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对此俄罗斯不只承诺将报复 当局再度提升核武威胁 表示别名为撒旦二号的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 已经做好发射准备 同时俄罗斯总统普钦前进校园 会见俄罗斯的小朋友时 继续大力宣传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似乎没在怕 他暗示乌军有了新武器 甚至可以攻打到700公里外的目标 但究竟是什么武器 泽伦斯基没有透露保密到家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海魁台风目前持续的逼近 现在位置来到了俄罗比东北东方 350公里的海面上 路径范围也扩大到了15个县市 包括了新竹以南跟东半部地区 都列入了警戒范围之内 那暴风圈预计在明天的清晨会触录 而这个台风中心预计从明天傍晚 会在台东地区登陆 我们来听听气象局稍早说明 海魁台风越来越接近我们 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将是台风风雨 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刻 请大家要预先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 从最新的资料显示 在今天晚上8点 台风中心的位置已经来到俄罗比 东北东方大约37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几个小时 它的强度有略微增强 近中心风速由每秒38公尺 增强到每秒40公尺 而暴风半径也略微扩大 由150公里增加到180公里 随着台风逐渐往西接近台湾 在晚上8点半 陆上警戒的区域新增了 宜兰、新竹、苗栗、台中及彰化地区 也就是目前台湾的东半部、南头以及新竹以南的各县市 都在路上警戒的范围内 在东半部的外海有一条比较明显的对流雨带正在接近 因此预计稍后在宜花地区可能就会出现一阵比较明显的雨势 除此之外外围环流的东北风也会为迎封面北部 东北部地区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降雨 而这样子的降雨从雨量预测图上可以看到 我们预期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北部、东半部降雨的状况就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晚上的降雨热区将会是在东北部的山区 一直到北花莲这一带 而到了明天白天整个台风更为接近 带来的降雨也会更多 包括东半部地区以及临近东半部的高山地区 在明天整个白天都要非常的留意 可能出现强降雨的情形 预测雨量有机会来到豪雨或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请东半部以及临近高山的朋友要严防强降雨所带来的灾害 而除了雨之外 在明天的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 在花冬以及航川半岛的风力 就会逐渐增强到阵风可能来到9至10级 其中蓝雨地区的阵风在中午前后 可能就有机会来到11级左右 而到了明天的下半天 随着台风中心附近的环流更为接近 我们预测明天的下半天 在东南部以及蓝雨绿岛将出现12到14级的强阵风 这是非常非常强的风势 提醒东南部跟蓝雨绿岛的朋友 一定要严防强风所带来的影响 好奇气象局早在今年的6月底 就曾经预估了说下半年青台的台风大约有4到5个 而适逢剩一年 台风在海面上的生长期拉长增加了台风的强度 再加上全球暖化海水温度也升高 导致台风接近台湾时都长得又强又壮 强烈的降雨道路成了湍急溪流 阿里山也因为台风带来的风强宇宙 造成土石坍塌 虽然台湾近4年几乎没有台风登陆 但台风季来临 我们也不得不提高警觉 尤其下半年发展声音现象 海温温度高 这也影响台风和大气温度 今年目前看起来预估是一个中度到强度的声音现象 应该有机会在未来三个月出现 比如说台风生成的位置会比较偏在海上 离台湾比较远 所以台风在海上的生命期就会比较长 那它的强度还有它的生命期就相对会比较明显 气象局指出今年到六月底为止 北太平洋西部只生成三个台风 造气候平均值4.3个还要少 因此预估下半年将可能有四到五个台风清台 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的 当然不是只有台风的强度 台风靠近我们的时候 它的移动速度可能是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大概中度或强烈台风这样的一个台风 当它如果有机会靠近台湾的时候 它会跟我们的中央山脉地形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交互作用的影响 台风很有可能速度接近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在我们台湾的东海岸这一带打转 例如1996年的赫博台风 2001年的纳利台风 以及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 都因为滞留时间长造成剧烈灾害 而在圣英年台风又比较容易长得又强又壮 近十年来热带气旋的强度增加 三到五级的飓风 每十年来也成长了百分之五 IPCC警告 因为全球暖化造成海水温度上升 因此破坏性的热带气旋 它们获得了海水温度上面的热能 因此速度也更强 就可能会造成破坏性的灾害 由近200位科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 IPCC提到 因为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造成海洋温度升高 都助长了台风的能量 所以我们现在的台风会出现两种现象 一个我们暖化的结果 我们海水的温度会增加 会增加台风的威力 所以台风在暖的海面上 它吸收海洋的暖气 而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弧旋 另外就是一个 它的雨水比过去雨水要来得多 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报告 更指出 如今美国据破坏力的飓风数目 已经是100年前的三倍 海温的升高也可能对台湾带来冲击 台湾周遭海水的上升速度 是全球平均的两倍 那当台风来袭的时候 会卷起更多的海水 带往内陆人口密集的地区 所以当我们的城市的防洪排水 还有制洪系统不够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淹水的情况 IPCC在2016年也发表一项研究 从1970年以来 袭击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强度 增强了12%到15% 气候变迁都正改变台风的形式 研究显示气候变迁之下 台风的深层位置会往更高纬度的地方来形成 所以未来台湾其实会受到台风侵袭的次数 是可能会下降 但是台风的威力却是持续的在上升的 研究显示从1970年代以来 在东亚地区强台跟超级强台的数量 就增加了4倍 而就目前各国的研究来看 台风增强都代表着对我们的威胁加剧 TVV的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会报道 好 先前在南韩还有大陆的郑州地下道 都因为暴雨淹水造成了死伤 有鉴于死在台北市12处的地下道 装有水位监控警示设备 积水高于5公分 警报就会响起 车辆往来平凡 新一路是北市东西交通 往返的重要干道 而像是新一路五段的车型地下道 好日期间容易积淹水影响通行安全 防灾应变措施就更显重要 连接南港和松山的新一路五段车型地下道 两年前的一场暴雨呢 让地下道瞬间淹水 而一旦积水超过5公分 警报器就会响起 禁止车辆通行 就这个高度啦 它如果水浮起来它就会浇 那一旦我们这边积水坑的水量 如果排不出去的情况下 水满上来的时候 这个警报器它会浮上来 会自动启动 灯号的显示会警告用户人 你车辆不要再进来 目前台北市共有12处车型地下道 除了一处机车专用地下道之外 其余都有装设警示设备 只要水位超过警界线 就会启动预警系统 因为这个警报器全部都有 12座都有 那我们在去年已经完成了 4座的那个控盘上渔 那今年会在街区再做3座 那之后应该在这种情形 就会应该就不会发生 夏天台风季就怕淹水 为了确保设备能够正常运作 故障时能及时警示 北市设置两处监控中心 24小时派员住店远端监控 因应突发事件 这边是我们那个信义快的一个监控中心 那另外一个是在富北的监控室那边 那它主要是监看我们的机电场所 那些设备的运作情形 可以让我们第一时间去 掌控到这些现场的状况 那也可以做一些远端的控制 或者是一些有状况的话 会及时回报到机关这边来 极端气候考验各国政府对于灾害的应变能力 像是南韩日前连日暴雨 中青北道青州市 一处地下道 数十辆汽车被快速涌入的河水给淹没 死伤惨重造成14人丧命 但南韩地方政府在洪水来袭时 手足无措 未能及时反应 最终酿成悲剧发生 韩国这次来讲的话 它差不多发生土石流跟坡地崩塌的 这次的雨量差不多也只有差不多300左右就发生了 它的这些坡地对于雨量的耐受程度 是比台湾来的低 但是因为每个地方的耐受能力不一样 也许在首尔它本身的排水标准是比较高 但是在其他乡间的部分 其他的这些地方 它的整个防洪保护就没有设计到那么高的标准 他们的山林所能够承受的降雨量 其实是比较低的 不只韩国啦 就是在几年前的郑州 一样发生很严重的残案 河南省 它是一个半干岸地区 它一年的降雨量 200毫米到400毫米 可是它万一下了一个 一天100毫米就好了 对台湾来讲 100毫米在路上是看不到水的 可是它的整个的基础设施 它的排水 它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大的短延时强降雨 所以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不是很大的雨量 可是对很多的国家来讲 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雨量 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气候灾害 预防是否中密尤其重要 加上近十年来 我国淹水频率增加 从南韩这次的地下道淹水惨案来看 台湾有可能发生同样状况吗 在之前台中大甲的车型地下道淹水之后 那那个时候全国几乎所有的车型地下道 都有装了这些警戒的设施设备 不管是台中台南台北 也都订定了自己的车型地下道的应变作业原则 那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因为各种监测系统比较发达 所以在车型地下道里面 都有装淹水感测器 然后联动到警报器 甚至于是自动的栅栏 台中大甲车型地下道淹水 有人命伤亡之后 后来最多有发生 也只是车子本身抛锚故障 但是人命的部分就没有再发生过了 不管是高温热浪 还是暴雨洪灾 都是气候杀手 如何能更准确地提前预测极端天气 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 TVBS新闻 颜卫生德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同样在7月底受到了极端气候冲击的 美国纽约州出现了罕见的暴雨洪灾 全球都面临了气候反扑 加上声音现象 极端气候只会持续加剧 我们来看看台湾做了哪些准备 从空拍影片上看 道路和河流几乎融成一片 这里是美国东部的佛蒙特州 日前惊人的豪雨 引发近百年来最严重的洪患 情况仅次于1927年的佛蒙特大洪灾 等到天气放晴 居民返回家里赶紧清理淤泥 而尽头转回亚洲 韩国也面临一波暴雨侵袭 连日豪雨收尔高级住宅区 淹成土黄色汪洋 而雨季还得持续到月底 土耳其北部也因为连日大雨 争作村庄浸在水中 惨的是超过8000公顷农地都泡水 损失惨重 全球各地都面临气候的无情反扑 豪雨侵袭 随着声音现象慢慢转强 极端暴雨或是极端高温的比例 也会增加 其实韩国或日本 它是属于梅雨封面的影响 其实5月多的时候 5 6月的时候也接近到台湾 但是到7 8月的时候到韩国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但是随着全球暖化 像这样的一个雨势 在比较高温的情况下 它等于是对流会更加的剧烈 所以包含它的闪电 或是对流 降雨的强度都会比平均 只要多个大概10% 就会造成一个地方 它的防洪或是排水措施 措所不及 造成很大的灾害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 全球暖化下 降雨强度 暴雨显著的增加 午后对流雨造成不少路面积水 一淹水区域居民住户 担惊受怕要做好防范 也得结合科技 从近年来物联网的发展 让我们可以把这些水情监测系统 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 包含有雨水下水道的水位 包含有淹水感测器的水位的深度 包含有抽水站的操作资讯 还有河川排水的水位 这些的水情系统 全部都整合在手机 或者是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 那这样就变成有非常好的弹性 让你的雨水下水道 打到半满管 或者是满管 那或者是说 你的淹水感测器有5公分 10公分 这样的一个警戒指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推波 接下来我们就是会把这些 相关联的水情系统 全部都整合起来 透过智慧监测 地图上的淹水区域都会明确标示 靠着智慧防汛 来降低暴雨带来的灾损 预防强降雨的威胁 还有台风豪雨的预警系统 要快速掌握灾情 还有雨量预估超过平均值 就得要立刻撤离居民 这些防洪应变越来越重要 根据专家分析 随着温度升高 对流雨的强度也会增强 台湾其实过去这几年 也都常常出现 就是说一场五后雷震雨 食雨量可能超过100 100不够 150到200 都有这样的这个机会 那未来呢 其实整个 从长期气候的预测来看的话 暴雨强度的增加 因为这个是温度上升 造成暴雨 它的对流强度增加 这个在台湾其实已经发生了 不用等待未来 现在就在发生 而且未来呢 还会再更加的剧烈 那未来 目前的统计呢 大概是增加5到10% 的降雨的强度 摄影现象引发海湾升高 造成极端降雨 已经在全世界和台湾陆续发生 除了靠着预警防汛 民众对于灾难性降雨 也得提早有适应作为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这种气候现象的预警系统 我们要去做强化 尤其是这种短期 短时间的一个暴雨 那第二个就是说 对于都市的一个环境的管理 都市的范围非常大 那发生这种灾害 可能它有的是局部性的 有的是区域性的 可是无论如何 政府的力量要能够在 第一时间 能够到达这个社区 是有困难的 所以社区层级的自主防灾 跟自主应变的训练 变得很重要 那美国日本或台湾 我们现在都有在进行 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 气候变迁已经是现在进行式 全球除了要加快脚步减缓碳排放 也得强化面临极端暴雨 高温干旱的阴影和调适 降低气候对民众的生活冲击 TVBS新闻 余生和刘君台北采访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